一 人秤 未以三规 五戒为秤 能运载众生 月初三途 生于人道 世明人秤 二 天秤 未以十善业 四禅定 四空定为秤 能运载众生 月初人道 生于天道 世明天秤 当我们的心态准备好以后 佛陀在开眼修行的过程当中 佛陀先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离苦得乐的问题 先要得到人生 要离开三恶道的痛苦 要能够让我们创造一个相对安稳的生命 所以佛陀先讲人天秤 那么人秤主要是三规五戒 这个三规五戒的法门 来在我们的内心的心修 我们慢慢慢慢的生命 就出现了人道的果报 那么天正就进一步 以十善跟四禅四空定的 这种法的心修 就出现天界的快乐 这个是安乐道 这个法门 佛陀自的法门 它是一种点点滴滴的心修 就是说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一念心 是刹挪刹挪的无常 是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 但是 它虽然是无常无我 但是它有一种相续的作用 那么这种作用 它会怎么样 它会创造业力 会得果报 会噪音得果 所以我们前面的 出离心菩提心控制件 这种三种善根 这个架构建立以后 这是一个大方向的结构 要像你开车 你开车 你先设定你的目标在哪里 把整个大路先搞清楚 但是你这个过程的小路 你要微调 这个法门就是让你微调 念念的依止 人天的三规五戒十善的善业这个法 慢慢慢慢的 来对治习气 把你邪恶的部分 慢慢的把它洗掉 这个意思 反正你整天经常的 修学五戒十善 你的心 邪恶的这一块的力量 就会慢慢慢慢的消除掉 就产生善良的这一块 所以它的主要目的 为什么我们要 修前面的理观 你才会知道 这个法门的目的是 要能够 借事修心 借这个人天秤的法 来消灭我们邪恶的心 产生善良的心 这个意思 这个是人天秤的法的一个目的 我们再看第三第四的解脱道 看生文秤跟原杰秤 三生文秤 为以四地法门为秤 能运载众生 月初三界 至偏空涅槃 成阿罗汉 是名生文秤 四原杰秤 为以十二因缘法门为秤 能运载众生 月初三界 至偏空涅槃 成辟之佛 世民原决秤 生文秤 他的重点在修四地法门 而四地法门的下手在苦地 人天秤 佛陀要我们断恶修善 创造安乐的快乐 但是到了恶秤的时候 解脱道的时候 佛陀告诉我们 人世间的快乐不能够安住 你只能够当过程 因为人生的快乐 有太多的后遗症 你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佛陀说啊 世间的快乐 就像一个甜美的蛋糕 里面充满的毒药 譬如美食夹杂毒药 出雀美味 忠诚大患 因为你尝人世间的快乐 你要付出生生世世 轮回的代价 你每一次的生命 都要受到老病死的折磨 所以佛陀到了 善根成熟以后 从断恶修善的理念 慢慢追求到一种 涅槃寂静的概念 佛陀告诉我们说 我们有更好的追求的目标 我们不一定要追求 人世间的快乐 这种有毒药的蛋糕 那么佛陀开始讲 四地十二英言 把我们的内心的水平 从一种善恶的概念 而提升到这种空有的概念 放弃有向的快乐 追求空性的寂静 这种境界更高了 涅槃寂静的 这种快乐是没有过失的 安稳快乐 那么炎铁寂静 生文寂已经从三界的 轮回果报中跳脱出来 所以我们就要解脱到 我们再看最高级的法门 叫菩萨寂 这个是佛法里面 最严满的一个法门 我们看菩萨寂 五菩萨寂 位以六度法门为秤 能运载众生 总操三界 及二秤之境 至大波涅槃之佛果 是名菩萨寂 那么前面的 元杰寂跟菩萨寂 元杰跟生文寂 二秤 它是一种离向的 离向的 那么到菩萨寂的时候 又开始面对向状 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执着 叫做戒向 菩萨又开始从空出甲 广修六度 那么它这个向 跟前面的人天正的向不同 人天正是用执着的 是有肉的 贪爱的 菩萨把这个向当作 一种暂时的借用 所以戒向修心 它又回到了人群 休息六波罗蜜 这个时候成就万德庄严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五圣法门 是三种目标 第一个先追求 人世间的安稳快乐 第二个追求 初世间的 涅槃的解脱 第三个成就 佛陀的万德庄严 那么 第一个是有象形 第三个也是有象形 第二个是无象的 所以禅宗说 我们刚开始是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其实就是修人天秤 其实在修五见十善的时候 心态没有太多改变 就是凡夫的心态 真正的生命的改变是二秤 开始深入的观察 人生的苦地了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出离心了 到了菩萨圈又开始 回到你过去的阴眼 该做什么 你还做什么 见山是山 见水又是水 但是那个时候的心态 完全不同了 你就是一直菩提心 一直空正见 那么这个五圣法门 我们会慢慢的 次第的介绍 我们应该怎么去 透过法门来提升我们的心态 从一种邪恶的心 提升到一种善良的心 从一种善良的心 再提升到一种涅槃的心 从涅槃的心 再提升到菩提心 三个阶段 有三个阶段 所以我们就是 会次第的加以说明 借法来修心 好